海巡署查器队人员来到理性男子的物流公司进行击查 查扣了还在仓库内的禽流感疫苗 而这些疫苗呢都是理性男子从中国淘宝网买的 以急运的方式进口到台湾 警方调查呢他一共是买了3000多瓶的这个禽流感疫苗 那么现在剩下1119瓶都要全数的封存 因为这些都是禁药不能用在禽类的身上 遭到地检署地起公诉 先犯以进口各种食品类来掩护将禁药夹带其中 当时一瓶呢是以550元购得 来到台湾的时候以每瓶大约700块的价格 贩售给各个四洋场来赚取差价牟利 那么追查已经有转让拔翔给两处的续洋场 将持续的追查 子侯一定会想到 了侯家那些人家推着 所以我倒是有杂志的 那么还是可以改变 大家说